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阿多新闻 今天是星期日,小弟杨宇,和大家讲一下新闻 小弟去了7天的伊斯坦堡,刚刚回来 伊斯坦堡去了7天,有很多人去到日期旅行 他会选去伊斯坦堡,卡帕多吉丫和棉花屋的地方 但我的看法就是,像伊斯坦堡那麽伟大的城市 我觉得去一个星期都不足够 首先,有很多拜占庭帝国留下的东西 第二就是,奥图曼帝国管治,搞事五百年 如果你真的对那个地方有兴趣,对这些辉煌的历史有兴趣 一个星期都不足够,甚至一个星期都不足够 甚至一个星期都不足够,所以觉得有机会还可以去看 但在短期内,就不去看了 这个就讲到下一个话题,就讲土耳其本身的经济状况 究竟是怎样呢? 由去年的同期,去到今天的比较,通胀率去70% 而这个这麽高的通胀率,其实已经维持了四五年 那为什麽搞成这样呢? 当然,因为埃尔多安有一个超乎常人的一套经济学的理念 而被大家称之为埃尔多安经济学 因为那个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时整个土耳其一行都建议他不如你加息 但是埃尔多安就觉得,不是的,我要坚决去减息 所以整个土耳其就处于一个长期的低息的环境 但是亦都是出现一个货币的严重贬值的状况 而令土耳其很神奇的,你按GDP growth 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之惊讶的 但是对于扣除通胀,当然结果非常之差 那为什麽发生这样的状况呢? 因为土耳其是一个可以说是实现了一半现代化的国家 即是你在大城市,例如安卡拉或者在迟斯坦堡的话 其实它的城市的建设都已经是OK的 有一段时间土耳其甚至被列为已发展国家 就是世界上第十一大的经济体 但是它在东南边,整个安拿托尼亚地区 很多地方的状况,还是一个原始暴落的社会 所以通胀的冲击,那个威胁 是在生活大城市里面的人 那你才有很强的感受 因为你的生活的物品 很多都是来自于进口的货物 那你便受通胀影响很深 例如去看的时候 土耳其买的iPhone是全欧洲最贵的 就是当土耳其是一部分 那例如买一套Switch的任天堂的机 那其实是香港的价钱2-3倍 那这个对于城市的中产级来说是致命的 但是对于大多数在乡村生活的土耳其人来说 这件事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而埃尔当安所赖以支持的主要来源 就是所谓的黑土耳其 那土耳其有两部分是白土耳其 一个黑土耳其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土耳其就是在大城市里面生活的人 那称之为白土耳其 黑土耳其就是在乡村里面生活的土耳其人 那两种人有不同的对政治的观点 那白土耳其人来说 我们一般称之为一些世俗主义者 就是延续了立国国库 凯末尔的维交 那就是国家世俗化 对于伊斯坦普的教义 不是那么着重 那比斯坦普的话 你会感觉到这个比较世俗化的城市 那当地很多好的餐厅都是会买酒 可以去喝酒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当地的城市中产一级 就是我感觉上 都是对于斯坦普的教 就并非非常之那么虔诚 那其中一个导游 那我们在博士普路斯海峡那里 游船去行 那我指着前面的楼很漂亮 究竟那是哪里来的呢 那我问他 就说这个是不是中产区 那他就很苦笑 他就说 那应该毕业了两年 那跟着有很多东西做 那他就去做导游 那他也在计划去美国工作 那我也有点提醒他 那美国也不是一个 那么好去的地方 就是风险很大 那他跟我说 不要紧的 因为我在伊斯坦普都生活不到 在美国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他这么认为 那我都唯有安慰他就是 那美国应该这么说 在风险很高的地方 但是你都会获得一些回报 就是起码好过英国 风险很高的回报 那你去美国 机会好的 那总可以坐下业 或者去到一些华尔街里去工作 那别人决定了 你会这样安慰他 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土耳其 我就觉得旅行的性价比就不高 因为 例如同样的食米之年 但是土耳其 食米之年 会比在厄洲贵贵 起码贵过希腊 和克罗地亚 就是都贵过波兰 那我也觉得有一部分 都比德国更贵的一些餐厅 那第二就是因为 土耳其它那个债务很严重 那其实它很需要外回 那而你那个货币 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下 基本上没有什么外资肯利 那所以它唯有创造外回的机会 就是去居邮客 那而你见到一个 Felder State的一个征兆呢 就是各货币可以行双轨制 那现在基本上土耳其是行双轨制 就是里拉长期贬值 就是我去的时候 一美金可以换35厘 那而欧元 一欧元可以换38厘 那而再推下去到今年底 那那位道友都说 应该一美金可以换50厘 那而在我出发前的两个月 当时我查货率是港元1元 是换4元的里拉 等于台币差不多的价钱 那而到我到部那天 就已经去到1港元可以换4.4里拉 就是两个月之内 你的Currency有10%的波幅 那这个当然是很严重 那而唯一可以赚外汇 那就是有客生意 因为你赚的是欧元 那是真的 你可以用这个欧元去消费是没问题的 大部分的餐厅都会标明欧元的价格 和里拉的价格出来的 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土耳其旅行玩 那你是不需要换里拉 大部分地方你都可以换卡 实际上有办法 你就换大概1000元港元的里拉去使用 那如果不是真的不需要换太多的里拉 甚至你在土耳其的机场 大部分的店铺 就是我意思是没有多长 因为伊斯坦坡以外的地方我不知道 都可以用这个 都只可以用欧元消费 反而你用里拉就消费不到 那这样的货币商举际的状况 都代表国家是很严重的了 那另外因为它要居游客的关系 所以所有景点的价格都非常之恶贵 就是说我们北京故宫入场费 都是100元人民币 但是你去到伊斯坦堡里面 除非一个景点都说25欧元 那这个价格真是过度恶贵 那如果你在欧洲的话 即使你不学生非 其实你的景点都是10欧 8欧的状况 你去到很漂亮的皇宫 例如维尔纳的美全宫 都是10多欧的价格 那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景点价格 都是非常之恶贵 那这个就是我对伊斯坦堡 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和政治经济有关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的无无畏畏的 饮食文化的感受 我就放在收益里面和大家聊 但是我没有那么快 因为我的习惯 还是一个用文字去思考的人 所以我会用文字 写完 跟着就可能出街 那我就再用一个 视频的方法和大家去讲 那对我来说比较舒服些 因为我就很难去飽肚说话 我一般都是写了稿 或者是准备好了 那去讲就会比较想些 如果比较爆肚一些 像上次那样 又会被观众说 那些数据不是很准确 那是会发生这些事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平衡 那我尽量做好一些 那都多谢观众的指正 那我们先讲一些 今个星期我们先讲的新闻 但是你私下和他聊天 他会有不同的状况 就是没有那么疯 那今次他的伟论 就是天国与地狱 那他就说什么呢 就是我必须整段说出来 就是不要曲解他的说法 因为第一 很容易就capture了几个字 就是说地狱式工作 那些人就断章取义 那你真是魔鬼 那你真是撒弹 那你真是逼人去死 那不是 那我们先看他已经说了什么 那雷公呢 就称为雷神呢 那他就是有一堆观点 去分析香港经济的状况 那他说发展要多条腿走路 那他说发展要多条腿走路 除了要继续国阔 这个金融业服务之外 都要协助内地融资 和一带一路的完善国家发展 同时发展高科技 那这个就是产业方面的看法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 对于就业的状况的看法 就是说 香港的发展是一个世纪难题 虽然还有不少的本钱和优势 但是没有拼搏精神 这个我很兜福啊 他说希望香港人调整心态 趁香港还是比较发达的金融业 就看的时候 要肯定辱息工作 那这句都是最controversial 就不要躺平 要杀出一条血路 他说认为 历来十年 会有很大的转变 而香港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觉得香港真的很差 那他说 那这些计划就很不同了 那另外和新加坡是比较 那就说 抢人财政策有落后的地方 是没有抢落后的地方 那香港抢回来之后 又不懂得用 高财专财 优财也好 都不是那么容易 有理想的工作 找不到工又要做sales 人财来到香港 大家去做sales 卖保险浪费他的专赏 那另外就说 新加坡人财政策 是有计划一些的 那这个是培养本地人财 例如 尖子的中学读书情况 已经提供了学金 签约要出去读书几年 之后回去服务 他认为如果要整合人财的政策 就要重视有创业的能力 为香港创业的机会 那首先你会见到 女神有非常之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觉得香港经济不是那么好 非常大的问题 那这个是他过去很少这样讲 或者没有什么公开这样讲的观点 那他的说法 他这样讲很有指标性的言议 其实你看看港府的发言来说 都还在强调香港第二季的GDP 是有3.3的growth的 他认为香港经济是不错的 那一个这么重量级 而政府会听意见的人 去说香港经济有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有指标性的东西 虽然对于亚洲业事的观众来说 香港可能似乎不是一个新闻 但是在政府的人来说是一个新闻 就是不容易的 另外就是说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就是说一带一路融资 那这些就是妈妈认得适合的东西 同事发展高生科技 那怎么做呢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是确分的工业 那这个是普通人说 就是人民币国际化 都是用香港作为一个极杠 那这个一定的 但是他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那里面最controversial就是 香港应该要地獄激工作 就是说香港人是缺乏这个拼搏精神 那拼搏精神呢 可以有两种的解释 一种就是工作不勤力 懒惰 那第二就是没有一些叫做 创业精神 那你勤力工作和你肯去开创 去创业是两件事 就是你做一个行政官僚 可以每天做十小时工作 都是做无聊事的 那这个是两种意义 如果你说前者是香港人不勤力 那起码在数据上就不是 有些比较就是说全球过路城市 香港人过路 那这个就是全球人的意义 那这个是高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这个排名是否那么拼搏呢 那我觉得都是controversial 还有你怎样定义过路呢 这件事情都有争议的 那但是香港人普遍工作 是比较疲务呢 那这个应该是真实的 那另外就是说香港人均工时了 那都去到四十四十八小时了 不好意思 这个我再查清楚 那但是在亚洲区里面 都是处于很高的一个数字 就是起码是全球都放在前六位 那如果你说计人均GDP 就是按照物价和工事完成之后 香港人均入前二十位 那就是说香港人均入 那就是说香港人均入 那就是说香港的GDP高 但是生产的Efficiency 那就是那个效率就不是那么高 那就是香港人是死勤力 那就是如果按数据去解释 那就是这样的解释 那或者是上班的数据很长 但是摸鱼的时候很多 那这是另一种解释的方法 那这个就要去看的话 就要看得很仔细了 那这里我们很难去做判断 那第二就是 那些人是不是香港没有创业精神呢 那很明显就是在九七之后 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很新兴 很大的企业去诞生的 就是或者是在九十年代都是 如果数得到 可能Google Rang 商量科技那些就是 那就是 那但是可以解释就是说 香港没有一些好像李嘉诚 或者是过去的基哥 就是李少基四叔 那么厉害的企业家 那些人不行 那一个人的环境不行 那这个也不知道 那但是香港创业成本是高 那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那而他觉得那个solution 那就是地狱式工作 那就是内卷 那就是香港人不够博明 那你要内卷一点 再努力一点 那就是你原本工作 假设44小时 那你做够50小时 那就是70小时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 就怎么评价呢 就是 那你听人一定不买帐的 听人一定愤怒 那也是个问题就是 你付出有没有回报呢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攀头呢 那这个问题 那你可以对一些 那些少数的理想主义者 又或者一些企业家 去叫他地狱式工作 去创业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 那这件事都是听不入耳的 即都改变不了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是 因为香港如果不地狱式工作 那这一家的楼价 是有没有办法支撑的 那也都香港的政府的财政 是没有办法支撑的 所以一定要地狱式工作 香港的经济才能撑得住 而这个根本 当然就是楼价的问题 而楼价崩溃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他说了十年 有很大的转变 那当然就是香港政府的 财政收入的结构问题 和香港的经济产业支柱 金融业和地产业 都有很大的问题出现 那如果你不调式工作 那你的楼价受不了 香港政府也拆不住 那这个就很恶假了 那我认为这个是他的核心 所说的问题 那而问题就是 即使你不许工作 那他也都可能卖不了楼 那他们就没有什么拼命的动机 那第三个问题 就是和新加坡去比较 就是他觉得新加坡培养本地人才 做得比较好 例如去读书提供了学金 要他们读书 若干年后回到新加坡服务 那这个是有的 香港政府又做Hong Kong Scholar 或者尤德奖学金 那都是要求他们回到香港做事的 那只不过是 有些人后来出去做事 找到一些比较好好找的工作 他宁愿赔钱 给回政府 都不要回到香港 这些有很多的 他在美国 读了可能是 Brinston 哈佛 名校 那后去了 华尔街工作 那我觉得你 我一年人工 都 即是叫人工 都还回到scholarship 给你 那我就 不要了 那这个就是问题 那但是 新加坡和香港最根本的分别 在人才方面是哪里呢 就是他有些什么人才 有一个很清晰的想法 新加坡的想法就是 我需要外劳 和高端的人才回来 那你 即是你中层职位 或者底层职位 他就不要你 即是你中层职位 他是要新加坡的新人組 他的邏輯就是觉得 既然要引进人 人回来 那一就是外劳 就是廉甲努力 对吧 除了一些业务性工作 新加坡也不愿意做 那就是给他们做 那第二就是 要找一些 实际上顶职人才回来 可以带动到行业发展 或者令到那里的 生产力提升的工作 才要找外劳人才回来 那这个是新加坡的想法 那当然新加坡最特别的地方 当然是说他人才政策 是要产业先行的 即是他在搞什么产业 然后需要输些什么人才 这个才是他核心的思想 而现在封了一笔的 我很尊重的 郭梁就是營業中心的总裁 张志光 他都写过文 香港人才政策都很宽松 即是你在那个优财计划之下 只有一间公司想请人 即是那人不是太 即是私费太差 读过大学 中间盟力不太差 那基本上都肯定会请你的了 所以人才引进 这种问题 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产业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例如我老冬家 十几十年前要请过编辑 编辑人工都不是高 对本地生产增加都不大 但是他只要他愿意请 就是公司请你 那就加几十分了 读过大学 那就再加分 中英文过某个门栏又有加分 跟着你的年龄不是很大 又有加分 那就请到了 所以你要取人材 首先你有什么产业 被人去做呢 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而不是说我什么人材出回来 跟本地的人去争职位去做 而香港政府现在的做法就是 中层的人 底层的人 高端的人 他全部都要 不要了 这样的状况 就是炮头 所以反而就是 现在似乎是一个人材 取代计划 就是将本地一些 就是觉得不正确的人 或者是一些人 去加以竞争 加以淘汰 就是取代本身他们的位置 又或者他们觉得 本身的中层职位太贵了 应该要引入那些人 去加强那个竞争 令到人工去下降 那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想法就是这样呢 我觉得政府也不是这样想 只不过病急乱投医 照样放下去而已 那当然 那核心思想我也认同 就是说 你要想到产业 找到妻子回来 那人材自然会来的 就不是说 你找到妻子回来 然后再想想想 怎样 那这个就是 不是这么正确的想法 更何况 现在很多的高材通 也算是比较生子通 你当然要买保险 和生子 令子女有个好的职业机会 或者读书机会 因为大家知道 香港的学生 你去大陆 读大学 那会有比较多 优惠的分数政策 那这个对他们的法治非常之好 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变成这样的目的 而不是提升行经济的话 那应该是本末导致了 那接着就说了 两个新闻 那一宗就是关于德国 发生了一宗的惨案 那一个地方叫索尹根 那这个是北威州 那北威州的全名就是这个 Westphalia 以前那叫西伯利亚的地方 那索尹根州的建成 是六百十周年 那里面有一个庆典 那里面有一个难民背景的人 那就是去尺都襲击 那就杀了三个人 令到八个人受伤 那你看这一宗的案子 其实就好像在英国的苏洞 那个开始的一宗案 就是一个疑似有移民 或者难民背景的人 那之后就去做一个 孤狼式的襲击 那就是令到那个社会 有很大的问题 那但是德国现在就好些了 那就没有发生的暴动 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 就是德国政府开始要检讨 那个难民和移民的政策 那有些简单一点的做 例如在大型节日 体育活动就不允许带刀 那你如果要检查呢 就是如何做安检呢 是不是加个安检的东西 才可以入场呢 不知道 那另外就是加大 遣返难民的那个力度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要削减对于难民的福利 那当然要 因为很多德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状都很恶劣了 那已经去到破产的边缘了 因为对于难民的基金 那基本上已经枯竭了 那例如我在哥廷根 那也都有大学的宿舍要加的 因为本身对于这些资助大学生 读书的 住的一些基金就开始要破产 那有太大量的难民移民涌入了 那所以修紧了移民的政策 这件事呢 是这个索林金惨案 带来的一个后遗症 那就是代表着德国 前几年就非常之宽松的移民政策 那现在是需要扭转了 那这个是一个欧美国家所面对的大问题 也都是可能未来三十年 香港或者内地都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你本身那个经济发达 带来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你要维持努力 那你必须要引入移民了 但是你引入移民的话 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些人和当地的文化 可能是不兼容的 那most likely都是不兼容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生子多的地区 大部分都是信奉 即是信奉移民教 而移民教和欧洲的文明 和我们香港的文明 本身的差距非常大 那有很多文化冲突 文明冲突的事情会发生 不论这些冲突是想象出来 一定是事实上的冲突也好 事实上也是会令到社会 处于不安的内面 所以对于移民的政策 一定必须有一个重新存盘的计划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 你究竟社会是没有限制 这样接纳 用一个多元主义的方法 去包容移民和难民 已经说这些移民和难民 需要一个融入当地的过程 如果失败 就应该他离开 这样的一个办法 例如 他离得中国 起码一定要拥护共产党党统治 以及对于中国的核心价值 予以拥护 如果不是 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些国民呢 就算本身我们对于本外国的民 也有这个要求 更何况你对于外国人 要规范入籍 如果他不认为 这些国家本身有共识的话 似乎这个人是不应该留在这些 这个就是大容颅和塞丫巴的分别 就是对移民的一个争论 因为他每一个融入的过程 他对于其他地方是没有认同感 归属感的 也都可能会成为社会上面 潜在一些动乱或者矛盾的来源 你在英国、德国都见到这些状况了 未来70年 香港和中国的生育率 都会显著不停下降 移民是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去舒缓人口的问题 现在的政策都差不多了 尤其是香港 因为香港人的结构 和美国会更加迷近 所以对于移民、难民 这些问题 就是主要移民 香港难民不是这么多 是时候要去想 最后讲的一宗新闻 就是台湾的反贪状况 现在终于到了民众党的欧盟节 在大半年前 就是12月的时候 我们分析台湾的大选 我已经预言了民众党的泡沫花 这件事未必实现 但是欧盟节的政治前途 就非常危险 这幅对朋友传给我 我都挺个人 这个阿碑 李总统府 只差追好一年路 大日又新鲜 李总统府最近一里路 在哪里呢 就是法务部联整署 在总统府对面 恭喜欧盟节先生 终于是可以入主总统府隔离 法务部联整署 现在他又在新鲜 所以什么都知道 先说一些环境 状况 他的老婆陈佩琪 落泪 觉得很严重 台北地检署 发表了谈话 首先是支持 就是感谢群众的支持 相信柯先生是没问题的 所有钱都是清白的 你看到他落泪 代表了些什么 就知道是什么 不论他是不是被冤枉 也好 他有很大的机会 从而入 这个就是落泪的主因 事实上 他需要什么呢 他涉及到的 是关于几个弊案的 首先就是 如何处理政治欠金的问题 第一 就是有政治欠金 申报不实的问题 漏报金额超过上千万 还有一个出现大问题的 帐目的地方 就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长 和柯文哲竞选总部的财部长 是兄妹 他已经知道 钱是去了哪里 现在的调查出来的结果就是 事件节将落泪的金额 大概是一千百万台币 四百多万港元 还要拆掌调节 没有通知到竞选团队 而这千多万 就放在欧文哲的私人户口上面 欧文哲解释就是说 这些钱放在我的银行户口里 是更好地监督的 这些鬼话当然是没人相信的 就是 这个状况就好像说 公司的钱放在我的个人户口里 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因为我是大工无私 那你试试跟我 就是你老板说 那一定是盖了几巴 就是盖了钱 第二就是我选举补助款 是否用我来买自己的商业办公的空间 而且这也是登记的名校 这个也是阿波特 就是为什么那个公司 就是党产 会用你个人的名义 去放下去 那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 那第三就是 土地弊案 就是涉嫌收索利益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大不大 说少不少的问题 那只不过赖清德的反贪方法 就是我之前也说过 先拿自己的人去刀 先割正文刹 然后再在党内刮骨疗伤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 你去杀其他党派的人 那你就有光明正大理由 就是你没有显示你有偏师 那你就可以对付其他人了 而台湾大家都很清楚 所谓的黑金政治 都是非常之强绝的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暴沽的 那所以你要捉下去 那一定很糟糕的 那我想真的无可能 是马英九的 就是非常之干净 那你又没有机会出事 那但是以欧盟哲的性格 和他过去那些 这么不老实的做法 那必然捉下去 是一定会出事的 那只不过过去不捉 因为蔡英文的管治方法 是以和为贵的 就是大家 即是谈点数 用钱搞定 那就算了 但是赖清德 他是一个弱势的总统 所以他要去实行一个有效的管治 以及推动一些政策 那他一定要对政敌 是予以整熟的 即是他在双少数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在民选方面 他是少数 而在国会里面 他也是处于少数 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做反摊 就是反摊 反摊是一个道德光滑 就是必然政构的 就是不要反对 所以他一定会处理敌对的党牌 这个也是之前说过 而且欧文哲和国民党 是联手砌民进党的 所以这是在所必功 而欧文哲也是最威胁到 他都称得几个人物 因为抢了很多年轻的票数 所以这次就是一个好好的机会 去对付欧文哲 那究竟台湾的司法 是不是真的公正呢 我想大家都非常心里有数 而过去民进党的创党联络 张俊恒也多次上书 要求做司法改革 就是将司法变得比较公正 而现在的状况里面 就是总统对于司法部门的影响力非常大 他可以自己找任这个检察长等等的职位 大法官的职位 所以他反贪之前已经是换了人马 用了一帮他在台南合作过的人 去进行反贪的工作 而得与不得呢 纯粹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结果 而很明显的 而柯文哲和民众党 就是他首要政治斗争的对象 所以在所必得 更何况他有这样的口诚被人捉到 所以柯文哲基本上已经进入了 只不过分别就是 究竟柯文哲被扮了之后 会不会引起很大的政治风波 这个就影响到阿拉清德 是否只是用把刀 可以将柯文哲斩下来的一个判断标准 如果政治反弹不是很大的 那柯文哲就可以被刮断了 如果没有反应的话 那民众也会被刮断了 国民党也会有部分的人被拯触 所以赖清德是用揽炒的方法 去整顿整个台湾的政治风气 那这些叫做反贪 他一定不是系统性反贪 那中国也没有了 他不是一个 结立了一个新的秩序 规矩 或者他会从根羊杜绝 所有的贪腐 是一种运动式的反腐 但是运动式的反腐 都是会令到社会的风气 有一个程度的改善 那对于营商的环境 又是一定的打压 就是令到营商环境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 你的法制未完善 你一定要通过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去令到发展加速 而最常的方法就是贪腐 就是我们所说的 法制是一些显性的规则 明规则 当这些东西走不通的时候 你就用潜规则解决问题 而潜规则都被堵塞的时候 你的明规则又未建立好 你就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就是社会根本没有规矩可言 不如就不做就算了 这个就是所说的 反贪的一些问题 那今天我们又讲最多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欢迎讨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